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篇是总论 相当于全书的 具有概论性质 第二篇到第17篇是编织内科杂病 18篇编织外科杂病 19篇是一些不便于归类的杂病 也可以说杂病篇里的杂病 20到22篇是有关妇产科的杂病编织 23到25篇杂疗防于十五锦记 重点的话呢 我们放在呢 22篇以前 在这个全书里面呢 如果是25篇的话呢 是262方 如果前22篇 22篇以上 就是205方 在以前的讲义上 包括我们现在通用的这个五版讲义 他也是说呢 有四手方记 仅见方明而没有宰药 没有药 是四手 实际上呢 我认为呢 是五手 这样是呢 去掉这个有方明而没有药载的这个呢 就剩了200个方 下面呢 请大家打开书看 这五手方记 是哪几个方 就是在这个 这本书啊 方记所引的最后一页 272页 请大家看七华里 杏子汤 这是十四篇风水里面的 一个方子 叫杏子汤 就是说杏子汤 什么组成 不知道 看见了吗 在171页的那个 杏子汤 就带括弧了 你就一下子见到了 再往下来 最后一个 就是七华里 最后一个231页的 夫子汤 又是方为见其要 这个呢 是夫人人生篇里的 治疗这个杨虚寒胜腐痛 这是两手方记 第三手呢 我要向大家说明 就是第十华里的 第一个方子 焦姜汤 这个在讲解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就说 恶焦和泡姜 这个呢 实际上是一个 复合病的 治疗下血的 那么有的认为呢 既然下血 不能用泡姜 还有的认为呢 就应该是呢 张宗景自己的 这个 焦爱四五汤 他原名呢 叫做胸规焦爱汤 焦爱四五汤 这样的推论 不等于就是这个 方记的真正组成 所以这块呢 应该加进来 我说的 不同意是四方 就是我说呢 焦姜汤也属于这个范围 这是第三首了 第四首呢 是在十一环里面 大家看 靠边的这一行 是吧 222页 看见了吗 黄莲粉 这是呢 这是这条外科的 寝人窗 外用药 黄莲粉 最后一个房子 是十九篇里的 223页 就是13花以上的 叫做 梨卢甘草堂 这五手房记 实际上呢 在这个纵景的 这个金贵的 这个方记里面啊 重复出现的 就是和山寒论 重复运用的 有37方 是不是啊 咱们如果再减去 37个 与山寒论 重复的 还需要减掉 一个什么方呢 就是我说 昨天他在 编刺过程中 浮方 一共有23手 因此 这个数字 我要告诉大家 就是在 金贵药列里面 我们 第一次 要出现 见到的是 实际 是140是吧 就是说呢 金贵里面 实有140是吧 这是说 22篇 不包括 杂料房 不包括呢 就是 那个23到25篇 的杂料房 是说 22篇里头 他只是在这个 灵异的那个序里面 告诉了你了 25篇内容里头 有262方 现在我告诉你呢 就是我们要讲的 这个22篇 主要内容里 涉及这些 那么关于 用药的问题 用药的问题呢 应该说呢 是 一共呢 是166位 这个呢 在那个 所翻阅到的资料 统计数字呢 不完全一致 但是我今天 要讲给大家的 是我按照呢 非常规范的 统计数字 统计出来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说 怎么算出来的呢 就是伤寒和金贵啊 共用的药物 是68位 就他两个合起来 共用是68位啊 而伤寒的话呢 他自己单用 他自己单用 19位 那么作为金贵呢 明显的多于他 79位啊 所以杂病的治疗 范围广泛 方的应用范围也广 因此呢 这个挖掘和研究的余地 很大的 那么回过头来 有人统计 就是在整个这个 166位药 不管是伤寒还是金贵 应用频率最高的 恰恰是桂枝汤的组合成分 大家能听明白吗 就桂枝汤里面 都有啥呀 桂枝啊 勺药啊 甘草啊 生姜啊 大枣 为什么 我觉得呢 等着我们设计到 具体方证的分析的时候 就会看到 为什么桂枝汤的组成成分 用药频率最高 这是和他的医学思想啊 那个那个 用药的规律啊 息息相关 是不是 这是有关基本内容啊 我想呢 就简单介绍到这 下面呢 要说他的编写体力 这个编写体力呢 我如果用三句话来概括呢 他是以并啊 分篇啊 或者说分篇论病 还有呢 就是分条续症 再一个呢 就是分症出方 我现在从这三个方面呢 给大家归纳一下 然后啊 看到底 这种编写体力 有什么优点啊 分篇论病 如果22篇里面 他所论述的疾病 大约是40多种 40多种 那么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分篇论病里面呢 他有两种形式 一种呢 是和片 啊 和片来论述 也就是说呢 他是 树病 核为一篇的 还有呢 就是 专片论述 独立的一个疾病 在一起 那么现在我首先来说一下呢 就是关于 核论啊 树病 和片的这种核论 他有几种情况呢 有三种形式 啊 我们这个讲义呢 他也是按照我说的这种 啊 情况 三种形式 第一 第一种情况 是病机相同 或者说呢 病机相仿 正后相似 或者呢 并未相近 有的病机不完全相同 相仿 也可以 啊 就是这个 病机相同 或相仿 正后相似 或者呢 并未相近 啊 这是一个依据 把它和片论述 你比方说 第七篇 讲废伪 废佣 合作上器 大家想 他共同的并未 应该是在哪啊 在废 并未相同 是不是啊 这根本就不是相仿了 就是并机 这个并未相同 也不是相近 都在肺 是主 主要呢 来论述肺气的疾病 那么显而易见 这三种病 包括咳嗽上器里的肺胀 同样的症状是什么呢 这现在不是说 症后相同了 相似了 而是症状相同 都有咳嗽 痰 或者甚至喘 咳痰痠 症状相似 当然了 在这个方药上 也有呢 互用的情况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他合起来论述的理由 第二类 就是我刚才在分片里面说到的 就是呢 不便于归纳的痂病 19篇 就是这种情况 把一些不便于归类的 把它放在一起了 你比方说四肢的疾病 伏绝呀 手指臂肿啊 包括转筋呢 是不是啊 是四肢的病面 回过头来呢 他有把阴胡扇 和什么 回虫病 阴胡扇呢 一会我在讲 疾病分类的时候 再给大家 回虫病 显而易见 就所插的这个字呢 咱们现在写的回 都是这么写 对不对 张宗景的这回虫病 应该是这个 常寄生虫病 他把它放在 第19篇里 就是不便于归类 最后呢 就是分科论病 刚才讲的 20到22天 夫产科的疾病 是不是啊 18天的外科疾病 这都属于分科来 论述 这是 关于树病和偏 这个三种形式 有什么作用呢 强调鉴别诊断 让你在这个学习过程中 同中求义 义中求同 强调 鉴别诊断 专论 一并成偏 或者说独立成偏 这个呢 在我们书上 体现在 哪些呢 一个是第八篇 奔吞气病 第十二篇 痰隐病篇 第十四篇 水气病篇 第十五篇 黄胆病篇 全是呢 独立的 来论述一种疾病 或者呢 伴发的症状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呢 一般来说呢 就是它特色鲜明 内容比较完整 内容比较完整 或者说呢 理法方药 比较呢 清晰 比较系统 所以呢 把它独立成偏 独立成偏 这是有关呢 我要说的 分篇论病 因为它是 因为它是 以原文的形式 出现的 所以我说呢 分条续证 分条续证呢 就是 以条文的形式 列出 以问答式的 来论述 脉淫 政治啊 所以书写呢 比较灵活 时间的关系 请大家回去翻阅 第三页 它专门的介绍了 就在第三页 这便携体力的中间 这一大段 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 而且说了 条文之间 有几种情况 篇章之间 又是怎么样的 一个情况 这个呢 就大家自学了 不占用课堂时间 第三呢 就是分证出方 分证出方 这个呢 是两种情况 一个是呢 有呢 降于方 而略于正 就是呢 在条文的叙述上 把这个方说出来了 但是正呢 就用一个症状啦 或者是一个主症呢 来代表 那么这个地方呢 需要呢 在变成失智的过程中呢 需要完善 这个症候应该 所见的临床症状 是不是啊 这个呢 就是在采取 在学习过程中 得以什么呀 乙方测证 包括乙药测证 再一种情况 在一种情况 降于症 未出方要热 这就是呢 一种审闻法的一种情况 那么呢 提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 就得采取 乙方测证 或者乙正测方 简单说 就这个意思 那么这种编写体力 它有什么优点呢 我是这样给大家概括的 首先来说 从分类讲 简明 鹅药 因此说分类简明 这个我基本上 按照这个林毅等人 那个序呀 把它归纳概括出来的 第一呢 从分类上来讲 简明鹅药吗 辩证呢 窃药 从层次上来说 层次清楚 便于简用 还有呢 就是文字质朴 经验可靠 所以清代啊 陈修远 他这个赞成啊 他这种便携体力 我们讲义上呢 也引用了 我就不写版书了 就是呢 他说前篇呢 以此病例比病 拿这个病 完了呢 可以来说 另外一个病 他因为之间我讲了 叫做同宗求义 义中求同 拿这个病 比另一个病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为起物质解法 就是启发你 啊 那么来抓住啊 病与病之间的 一些特征 或者说呢 便于抓住疾病的本质 这种便携体力啊 有很好的 优越性啊 第二个问题 简单就讲这些内容 第三个问题 也是我在序言里面 要着重 给大家分析的一个问题 就是有关本书的 主要学术成就 即贡献 在说这个问题的之前呢 我想呢 应该解释一下 什么叫学术啊 什么叫学术特色呀 再说张宗景的学术成就 这就算一些个 属于概念性的问题 我们来明确一下 什么叫做学术 所谓学术是指 具有系统理论的 专门学问 啊 学术是指 具有系统理论的 专门学问 所说这种专门学问 一定得怎么样啊 具有系统的理论 也可以说呢 它得形成一种 什么呢 学术体系 理论体系 那么学术特色 学术特色呢 是指 这个理论体系啊 当中 它有别于其他学问的 显著特点 啊 学术特色 它一定是要指 具备系统理论的 这个专门学问 它形成了 它自己的 理论体系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一理论体系当中 要有别于其他学问的显著特点 所以我现在 要谈张宗景的学术成就 就要要分析呢 张宗景 它是怎样的一个理论体系 它又有别于其他 是吧 学说也好 那个学问也好 有什么显著特点 我觉得张宗景的学术成就 首先呢 表现在 它首创了 也就是说呢 张宗景 真就是 首创了一种 什么理论体系呢 有关 辩证失质的 诊疗体系 对于金贵来说 它突出了呢 对杂病的 辩证失质诊疗体系 它对辩证 失质的这种理论体系 是对外感热病 首创 那么我首先要谈呢 为什么叫做首创 而且呢 它这个 理论体系 表现在哪里 这个理论体系 集中体现在 它的这个 上海杂病论上 是吧 就它这个 经典 一注 经典一注 那么在这个 分析这个问题上呢 我觉得 它的原序里面 告诉我们 它这个成熟 有三个来源 有三个来源 第一呢 就是勤求古序 选用素问九卷 八十一难 是不是啊 完了呢 它这个 还有呢 开路药路 那么多的古迹 古一迹 那么实际上呢 就是全面的总结 并继承了汉代以前的 古典 中医药理论 从大量的呢 这个古一迹中 获取 理论要素 这也是教给我们的学习方法 是吧 因为呢 这个 上海杂病论 它的形成呢 它得是 既有这个 内经 素问啊 是吧 零书啊 九卷是零书嘛 是吧 八十一难 是难经啊 胎炉药路呢 是有的说 胎炉呢 是一本书 是有关妇科的 那么是妇产科的 那么回过头来呢 就是药路呢 是有关药学的知识 就是说呢 它这个方面呢 对于 它以前的 是吧 或者是同时代能看到的 古典的 中医药理论 它都要勤求古训 目的是从这些古一迹当中 获取理论要素 再嘛 就是博彩中方 博彩中方 就是广泛的来 记取 汉代 及其以前的 医疗经验 和有效防药 不是他独创 而是他呢 继承前人的经验 又有自己的呢 学习的体会啊 和临床经验的总结在里面 所以这个呢 它首先得是广泛记取 比方说范清准先生 他的研究结果指出呢 就是金贵的内容 是汉书一文志 是一家京方的索影 这就证明了 他的那个真实博学 广泛的 来这个 像前人的经验啊 包括自己的经验 经验呢 就直接的和间接的 都体现在 他的这本著作里了 所以呢 他能够把博览群书的所得 关键是怎么样啊 上升为医学理论 在当今也是这样 有的呢 他可以称其为理论家 但是他脱离临床实践 这个理论 他写不成就 是吧 回过头来呢 你临床疗效 很好的一个临床家 但是他不注重呢 从理论上升华 仍然不够全面 我觉得昨天那个张处长啊 他给讲了名医的四大要素 今天这个内容 是我给大家特殊补充进来的 是吧 我觉得他昨天的讲话 对我们吧 实际上是指明了一个 努力的方向 而张宗景呢 正好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他名医的这个四大要素 他讲了一个什么呢 精深的理论 是不是啊 可以说高深的理论 高尚的医德 完了高明的那个 或者说精湛的医技 第四呢 是高的门诊量 说是我特别听了 他说的 要远近文明 是不是啊 等门诊量也得有 那么现在我觉得呢 张宗景 他自己的亲身体会 叫做平脉辩证 什么叫平脉辩证 你得亲自去实践 光有高深的理论 不经过自己的临床实践 那个知识是 啊 素质高噶的 不行 所以叫做平脊脉 便其症 这里面 是张宗景啊 这本书体现了 他通过私诊 合参的诊断方式 是吧 依靠获得的医学真知 系统的总结了 宗景本人 长期的临床实践经验 是吧 这个 在这个 验阁里面 也能看出 他是从那个 一饮汤叶经的基础上 发展 完善 合合成论的 所以这十六卷的 伤害杂病论呢 不是平白无故 也不是超来的 也不是 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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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的 完全 有他自己的 临床经验 啊 平脊脉 变成了 总结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能看到 他 勤求股息呢 突出一个勤字 而且呢 在他的元序里面说的 你光看书 有的人是书虫子 见着书就买 完了呢 有书就看 就是浏览 啥也不思考 但是张仲敬给你体会的 在勤求股息当中 一定要 思求精致 阅读了那么多古遗迹 一定要思考 啊 思求精致 深切领会 他的精神实质 变成你自己的东西 消化了 啊 博采重方 突出的是博 的经究方数 光采来这个方 仍然是人家的 不是你自己的 实际应备 不好用 所以要精益求精啊 所以这里面又突出的是什么呢 在琴当中要撕 在博里面要精 从广博 把它 化为约 变成你自己消化了的知识 这个是一个很长期磨码的过程 所以最后我要讲学习方法的时候呢 我今天是因为受张 张处长昨天强调的名誉之路 成才之路的要素 我觉得张仲敬就是我们的学习榜样 关于他的高尚医德 在这个序里头 体现的也非常好 就不多说了 这个我现在要说的话呢 就是他 这个学术成就 到底是怎么首创的 这个辩证论治的体系 是个什么体系 刚才我讲的那三要素 要说他首创 就是第一次 把古一经 和古一方 也于一罗 融为一体 这样把这个文字表述 创立了祖国医学 理法方要全备的 所以在中国医学史上 张仲敬的医学贡献 或者他的主要学术成就 就是第一次 创立了祖国医学 理法方要全备的 辩证失智 不光是理法方要全备 这个理论体系叫做 变成失智的理论体系 我今天要讲金贵的 他突出在杂病上 那么伤寒论呢 就是外感热病的 变质 诊疗体系 这个学术成就 我是不是说清楚了 说他首创 就是他第一次 这在医学史上 他的成就也好 贡献也好 就体现在 这个变成失智的理论体系 或者诊疗体系的 创制 创立 我说他这个呢 就是这个作用 实际上他有划时代的意义 划时代的意义 因为呢 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接近1800年 在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那么中国医药学呢 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 那么在他的方法论指导下 历代 名誉被出 是吧 可以说 凡是在组合医学范围内 有所建树的 没有一个 不是依靠经典著作的 这个深入研究啊 而且有读到建立 这样的人 是吧 他才能够呢 在这个 理论上和临床实践上 有所创建 那么他们从不同角度 不同层面 对辩证失智呢 进行了继承 和发挥 促进了整个呢 这个理论体系的发展 那么也可以说呢 这个一些著书啊 包括一些文章啊 那个 非常非常的多 也可以说 耗入烟海啊 汗牛冲动 但是作为伤寒论 金贵要略 他却是呢 这个伟大医学保库当中 最重要的历史文献 是吧 也可以说呢 他已经 能够最集中的来体现呢 我们 这个组合医学的 这个遗产 是必须呢 加以保护 而且要进一步的 发掘整理和提高他 所以说呢 他是 最有价值的古代文献 也可以说呢 是经典巨著 现在我要说的话呢 为什么要把这个 辩证的 失智的诊疗体系 概括为 以病为刚 病症结合的 辩证论治诊疗体系 伤寒论和经贵要略 篇名是一样的 都以什么名篇呢 就标题上都冠以 并脉 正 有的时候他说 病治 有的就直接呢 并脉政治 有的呢 多一个病字 这就是他篇名是怎么来的 咱们就怎么学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篇名两书是一致的 就标志着什么呢 以病为刚 然后呢 是怎么呢 病症结合 脉症和参 这种脉症和参 又不是孤立的 一定的是 病与脉症的和参 然后才是呢 辩证 失智 辩证与失智的紧密结合 所以首先呢 我觉得呢 应该谈一下关于以病为刚的问题 关于以病为刚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首先确立病名诊断 在杂病中的当年地位 就是指啊 在杂病诊疗 诊断的过程 杂病诊断过程中 你要诊断疾病 诊断杂病 首先他把这个病名找清楚 是个什么病 原来我们说呢 这个变病与变症结合呢 是把细的病拿来 综医呢 来怎么样啊 辩证 这叫呢 变病与变症相结合 我们现在说 张宗景在汉代的时候 就已经从综医的这个角度上 一定得先明确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然后咱们再说 变病与变症相结合 以什么为主啊 变症为主 这是咱们综医传统的理论 从经典上 谁创立的 张宗景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首先要强调 关于他这个疾病的命名 简单举例子说 有六种情况 就是在张宗景的这个杂病里面呢 有的呢 是以病因命名 病因命 比方施病 为什么叫做施病了 病因是外感失血所致 当然外感失血以后 他临床有什么特征 病位在哪里 完了又出现什么情况 用什么方式治疗 施病 素食病 为什么呢 病因由素食所致 中医说了 饮食自备 肠胃难伤 素食病 病因素食所致 再比方说 刚才我提到的蛔虫病 蛔虫 寄层虫造成的 就叫蛔虫病了 那这也很了不起 一贯自写的 它有相依 但是因依完全相同 西医现在也叫蛔虫病 是不是啊 长寄层虫病 那么还有一类呢 就是属于 病例性产物 它既是一种疾病呢 这个病例缓解造成的一种 回过头来呢 它又是致病因素 什么呢 痰虫呢 水气呀 雨雪呀 也是病因 结果它就叫 痰虫病 什么水气病 是不是啊 血迂病啊 雨雪病 这个血迂是病因 雨雪呢 那个就是产物了 它也是可以作为 致病因素出现 第二 症状命名 这个呢 在中医里面啊 比较多见 腐满病 腐满病 以症状命名 是吧 静病 我觉得张总领 在这个静病的命名上 也是首创 是他开始起的名 而且呢 把他的主证 在他原文里头 非常简洁的表述呢 梗相降级 粗口劲 被反张眼 近代医学 对于静觉的病 他首先 也是要看 这脖梗子怎么样啊 硬不硬 就假设说 没这个抽搐 或者是没有神智的办法症 他首先要从神经系统检查 梗相的情况 是不是啊 有没有脚弓反张的情况 他的疾病的命名 也叫静病 也叫这个主证 为代表的疾病 症状命名 还有比方说 心痛病啊 是不是啊 经济病啊 那么这个 都是比较常见的 更直接的像 呕吐 蕴 下痢病 更是症状命名 病肌 以病肌命名 这个呢 就是 比方说肺尾病 这是中医内科已经讲过的疾病 肺尾病 指的是什么呢 肺气尾弱 这样的一个病肌 叫做肺尾 肺气胀满呢 所造成的呢 就叫肺胀病 所以这是病肌命名 虚劳病 你们说它是病肌 还是病因呢 病肌 为什么呢 慢性虚损 衰弱性疾病 是吧 这个因此呢 它劳伤所致 而且久虚不复 使呢 更疾 就这样的 所以这个虚劳病 也是病肌命名 还有一类 就是呢 病肌 加病胃 也就是说病肌 和病胃的结合命名 比方说 血臂啊 胸臂啊 这都是咱们这个 金贵里面 特有的这个 肌命名啊 肝灼呀 肾灼 能看见 病胃的话 在血分 在胸隔 是吧 在肝 在肾 这个具体的完了 我们在讲 这个病的时候 在解释 这是病胃 具体的病胃 避者避也 讲的是病肌 捉 是指邪气 留着不去 这就是病胃 病肌与病胃 结合命名 啊 还有一类的 就是疾病特征 疾病特征命名 比方说 中风病 中风的命名 也是张宗景首创 因为你在这以前的内经 说了那么多 有关 比方说中风偏枯 是吧 他叫偏枯 他没说是中风 风有四病是什么 他都没有这么直接 张宗景 明确的就说 中风 怎么起的名呢 就是他的发病的突然性 是不是啊 急奏啊 像他讲的风险的特征 叫做什么呀 扇形而朔变 再一个呢 就是自然界的暴风 他有呢 摧枯拉羞之事 是吧 那个力量非常的猛烈 他会造成什么呢 枝干 断摇 也可以说呢 这个 也会造成这个树干 咱们看这个 有些很 这个自然现象 甚至连根霸起 对不对 这个呢 来形容 得了中风病以后 他的不同的这个病情啊 确实有轻重浅身之别 是吧 轻重浅身之别的 那么这个特点呢 就用中风 来把他的这个临床特征呢 感想 而且呢 他也在当时的病因认识上 感到与风险有关 现在来看 西医里面 他也把中风分成什么呀 缺血性中风 和出血性中风两种 是吧 呃 缺血性中风啊 出现了脑的梗塞啊 是吧 出血性中风出现脑溢血啊 是不是啊 他直接把这病位 要是来这个 说出来的就叫脑楚重 所以这个中风呢 他包括急性脑血管疾病 这是西医的发生 那么他现在也叫做 脑的啊 中风的现象 所以这个疾病的命名啊 张宗静也是很有贡献的 呃 还有呢 就是历解病的命名 也是很有啊 特殊意义的 因为在讲这个病的 之前呢 我先用病名的这个范围 给大家啊 一个印象 什么叫历解病 就是便利关节的 以疼痛为主政的一类疾病 刚才我强调 施病是相当于呢 近代的就是风湿性关节炎 他在第二篇里论述 而中风和历解放在一起 第五篇来论述 这个历解病就相当于 内风湿性关节炎了 这个呢 他为了说明 在内阴上 他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那一类是完全不同的 他呢 也是 把他说点到了一个呢 就是肝肾先虚的问题 内阴 有不足 第六个就是 疾病发生的特定时期命名 这个字叫历病 在内科里面 净失历病 历病呢 他有严格的季节性 就一定的是什么呀 夏季 伤肌鼠热之邪 但是他属于伤鼠 而不是中鼠 叫做历病 再有呢 特殊时期呢 就是复合病 认身疾病 这要是正应应该 认身病 夫人认身病 夫人产后病 有严格的特殊时期 发生特定时期 就实践关系不举例了 我要说明的呢 就是尽管金贵对疾病的命名 不像正那么统一 它是多元的 但是呢 连在临床诊断上 纵警注意到了 病和症 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两个不同的概念 因此他一定要强调 以变病为前提 以变病为前提 才能确定什么呢 辩证的范围 就尽管咱综医这个病名嘛 现在有的时候临床上 大概有的还不常用 或者说起来 西医还莫名其妙 但是作为我们综医的这个 学者 研究者 或者是呢 后来的这个后学者 学生们 也必须得掌握这个 你得先说 综医讲的是什么 然后才知道呢 在多大的一个变病范围里 在进行怎么样啊 分证 变证 实质 现在休息一下